但是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 他也是有錢沒地方吃飯 因為他有時候要開到哪裡 開到哪裡 Stand by 那個大停車場附近沒有商店 土地便宜 沒有人商店會開上那邊 都沒生意 所以他們就是有時候 但是職業啦不用擔心 每個人只要選擇你所愛 愛你所選擇 工作也是一樣 回到台灣之後 如果有空 不用太刻意 如果沒事有空 把我們 打個我們公司客服